將以下的課程交託在你的手中 主啊 真是多謝你的恩典 當我今天回想的時候 多謝你的恩典在這麼多年前 在這個教授還沒離開之前 你能夠將他的信息留下 走到這個以尼亞還沒離開之前 以尼莎能夠留住 能夠抓到這個以尼亞的先知的恩典 主啊 你能夠給我這樣的機會 在他還沒離開之前 能夠給我抓到他所教導的 有關於末世的事情 至於我真的獻上了一個感恩 因此有一位教授能夠幫助我們明白 有關於末世的事情 甚至乎能夠這麼清楚地將它展開 將它能夠打開 讓我們能夠對末世 再不是一個傲備 也不是一個艱難明白的事 讓我們看見末世其實是很容易明白的 是很清楚的 在你的聖經華語裡面已經清清楚楚 所明明白白列出來給我們看見的 至於我真是感恩 將這一位教授和他的家人 完全交託在你的手中 只雖我現在不知道他的家人在哪裏 但我求你能夠相輩地祝福他的祖先 祝福他的一個祖先 使他的祖先都能夠在這個世上 能夠無福 至於我們多謝賊給你 我們終於下的時間 交託在你的手中 求主你也能夠幫助我 能夠將你需要講的訊息和真理 能夠講得清楚和講得明白 主要我需要你的一個智慧 我需要你的一個高末在我的身上 以致聽的人能夠聽得清楚聽得明白 感謝讚美主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五因和第六因 第五因和第六因 第五因和第六因 是今天我們主要講的 當我們看這個圖的時候 當我們看這個圖的時候 其實我就將整個的 sequence 整個的 sequence 聖經裏面發生的事情 在這個圖裏面 其實如果我有機會教完這個圖的話 基本上 基本上 如果當我有機會講完這個圖裏面的話 意思是說 整個末世的課程 都已經差不多講完了 即是說很complete 非常的complete 但是如果要講完整個課程的話 最少要有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的時間 來講這個課程 那就是讚美主 今天我比較喜歡用這張 這張是比較 是比較看得清楚一點的 因為它可以比較用動一點 我們今天先來看 先來看這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先來recap一下 我們先來recap一下 按照聖經裏面 在馬太福音書 在四福音書裏面 或者三福音書裏面 包括這個 《鐵薩倫尼加前詩》第四章 以及第五章裡面講的 它有一節的經文講到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好像賊一樣 我已經略略的 都給大家知道了 甚至乎都給大家看到的經文 在《鐵薩倫尼加前詩》第四章 第十三節那個部分開始 一直到第五節 第一到第六節那裡開始 給你們看見的時候 那個經文已經很清楚 給你們看見 它的經文是在穿插著 如果你單單看其它的部分 所以我們講 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斷章取義 就是說 我們不可以只抓住一個地方 講這次經文 然後就不去理其它地方 講的同樣一個真理 同樣一件事情 而不去理 我們要把所有講的部分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它是不是相同的 它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這樣的解釋 如果是一致的話 我們就可以接受 這個解釋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如果這個解釋 在這個部分裡面解得通 但是在其它《聖經》裡面 其它《書本》裡面 或者《聖經》裡面 其它地方解釋的時候 它是有另外一個解釋 跟你現在的一個解釋 是相對的 相反的 或者是不一致的話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接受這個解釋 這個就是為什麼呢 我將所有的經文 拉出來給你們看 所有 差不多大部分 不可以說全部 將大部分 主要的 能夠我記得起的 我自己能夠記得起的 那些經文 都可以夠時間 包括在裡面的 我都將它拉出來給你們看 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所講的東西 每講的一樣東西 都是一致的 那你就知道了 所謂在《鐵撒良列家》 《前詩》五章 第一到大六節 那段經文上 我先前跟它講的時候 它講到 一節是跟人講的 跟世人講的 另外一節是跟大興講的 即是跟教會 跟信徒講的 它跟人講的時候 提到世人的時候 世人因為他們不知道 耶穌基督再來的異象 因為那些異照 和他們不知道耶穌基督再來 所發生的事情 對於他們來說 天上所有發生的事情 現今世界所發生的事情 只是一個世代 對他們來說 根本不會想任何事情 他們根本不會想任何事情 所以對他們來說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真的忽然之間 哇 都不知道什麼事情發生 那忽然之間 那些人就不見了 就好像那套戲 忽然之間 有些人不見了 而他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有些人 無緣無故就這樣不見了 所以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對那些不信主的人 就好像賊一樣 但你說 對信主的人 對大興們 不是這樣的 你說你們是光明之子 你不是黑暗之子 你是知道 他說你所要知道的 聖經講得很清楚 提撒羅尼加錢師有講 馬可福金斯有講 甚至乎在啟士錄都有講 包括撒加尼亞斯 他也有講 他說你所需要知道的 他說你所需要知道的 他都已經講給我們聽了 他已經講給我們聽 好 今天我們就看一看 好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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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之重要的一個 關鍵的 一個儀仗 關鍵的一個儀仗 極之重要的一個關鍵的儀仗 但是當我們還沒看這個儀仗之前 我們看回去一個 若以師 若以師 我們複集一下 若以師第二章 我們看回去若以師第二章 我們先看一看 在若以師 我講過三節的經文 是它關鍵性的sequence 就是關鍵性的時間 上個星期我們講儀仗 如果這些儀仗沒有這個時間 前後的時間 那我們沒辦法捉到 到底什麼事情發生 我們怎麼去等待耶穌基督的災力 但是因為這幾節的經文 是有很清楚的 在其他地方 它雖然沒有講過關鍵性的時間 但是它的儀仗是一樣的 它的儀仗是一樣的 它的儀仗是絕對一樣的 待會我會給你看這些經文 我會給你看這些經文 在若以師第二章 第三十一節 若以師第二章 第三十一節 這裡可以講到 在天上地下要顯出其事 有血有火有魂柱 日頭要變為黑暗 熱量要變為血 這都是夜話大而可惟的日子 未到之前 意思就是說 在耶穌基督 夜話大而可惟的日子 就是耶穌基督再來那個日子 就是耶穌基督再來那個日子 他說耶穌基督未來之前 他說耶穌基督未來之前 有什麼事呢? 他說日頭會變黑暗 熱量要變為血 日頭要變黑暗 熱量要變為血 天上地下要顯出其事 有血有火有魂柱 我們再看一看第三章 我們再看一看第三章 同樣是入語書第三章 同樣是入語書第三章的時候 你會看見他說的是同樣 有關於這件事情 第三章 第十四、十五節 這些經文我都沒有放 我應該有放給你們看 如果你有看的話 不過我給你看看一整章 主要這些經節 你要將它閘下 如果你將它閘下的話 將來你會重複再看的時候 你就能夠更加清楚明白了 第十四節 第三章 約爾斯第三章 第十四節 他說許多人在斷定谷 因為耶華的日子 臨近斷定谷 Tatron Valley 這個Tatron Valley 斷定谷 就是說 是一個耶路撒冷城 那個東門 耶路撒冷城東門 和一個赫西瑪利賢 包括那個橄欖山 他們相隔 中間裡面 就相隔了一條谷 這個谷叫做奠定谷 這個谷叫做奠定谷 而在一個奠定谷的對面 就是說在東門的耶路撒冷城東門 東門的前面 就有很多很多的墳墓 很多很多的墳墓 這些墳墓 可以說是那些回教徒 或者是之前那些人 他們埋葬的一個地方 整個耶路撒冷城 總共有十二個門 如果你看這個 這個 哪一本輸了 你看一個小仙之師 你看一個小仙之師裡面 他有講到 整個耶路撒冷城有十二個門 十二個門 那些人會從這個門走下去 那個耶路撒冷 走到那個耶路撒冷 那個耶路撒冷 他在這個整個十二個門裡面 所有的門都打開的 所有的門都打開的 只有單單一個東門是鎖住的 從耶穌基督 就是以前到現在 那個東門耶穌基督死了之後 復活升天之後 那個東門是鎖住的 是蓋住的 是從來沒有開過的 從來沒有開過的 但是聖經裡面 其實在這個 《以塞瓦斯》 《以塞瓦斯》和《撒卡尼尼亞書》 他有講到 當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包括這個《彈爾尼書》 他有講到 《若語書》這裡也有講到 有一天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的腳會搭在 有一天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的腳會搭在這個橄欖山 他當信徒會被提 被提了之後他會下來 腳踏在這個橄欖山 然後那個Valley 那個Datron Valley 就是我們讀的經文 那個《斷定谷》 為什麼前面會有這麼多的一個墳墓呢 是因為那些回教徒 真的很好 為什麼說呢 他們真的很可惡 非常可惡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已經知道聖經講過 耶穌基督將來 他再回來的時候 他再接我們上去之後 然後他回來 他腳踏在一個橄欖山 然後他要從東門 進入耶路撒冷 和進入聖殿 他要從東門 進入耶路撒冷 然後進入聖殿 因此這些回教徒 他們很可惡 他們將所有的墳墓 即是說堅在 葬在 那些死屍 葬在兩三千年的死屍 葬在那處 為了什麼呢 為了想阻止耶穌基督 不可以從那裡經過 因為聖經已經講了 他要從那裡經過 預言了 他要從那裡經過 因此他們以為說 做這個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就爛了耶穌基督 使得他不會從那裡經過 因為猶太人 如果一個猶太人 拿屍爾人 你也知道 他們是不可以接觸死屍的 對他們來說 這些墳墓這些地方 也都是屬於不潔的 unclean 是屬於不潔的 他們是不可以碰觸的 他們也不可以接近的 因此他做這些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他就想爛了 這個耶穌基督 來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從那個橄欖山 然後經過Tatron Valley 斷定谷 經過那個谷 然後從東門 進入一個耶路撒冷城 進入一個聖殿 但是聖經在《約語詩》第2章第14節講到 許多的人在斷定谷 因為耶穌的日子臨近斷定谷 好 第15節很重要的 這節的經文我講過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sign 剛才我們讀《約語詩》第2章 我們看見這個sign 日熱昏暗聲縮無光 第16節 耶穌必從色安恐懼 從耶路撒冷發聲 天地就震動 耶穌要作祂百姓的避難所 作以色列人的保障 這裡也同樣的講到一個sign 你看到嗎 《約語詩》講到這個sign 《約語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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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語詩》第13章 我們來看第6節 或者是 我們來看第6節 一直到最重要的 是在第9節 你沒有人要哀嚎 因為耶穌的日子臨近了 耶穌來的時候臨近了 這日來到就將毀滅從全力者來的 所以人手都必軟弱 人心都必消化 它們必驚慌悲痛 仇虎必將他們找治 他們騰動好像難產的富人一樣 彼此驚奇傷悍 念念面兒火炎 第六節 夜話的日子臨到必有殘忍 憤恨烈怒 臨到這地荒涼 從其中垂滅罪人 第十節 天上的眾星群術都不發降 日土一出就變黑暗 熱量也不放降 當你看這節經文 它同樣提到這件事 講到什麼? 星球 講到星 講到熱頭 講到熱量 講到這三件事 日熱升的變化 這麼多節經文我們看到都已經是這麼說了 爾爾斯是這麼說 爾塞亞斯是這麼說 我們再看另外一節經文 看它是否一樣有這樣的一個義照 有這樣的一個信 同樣的就是《史特行傳》 《史特行傳》第二章 《史特行傳》第二章 第十六節 是講《正義先知》以所說的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驕貫這些所有的 我們不用道了 第十六節 是講哪日子 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驕貫 我的仆人和史內 他們要說語言 第十九節很重要 就是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 我要顯出神跡 有血有火有煙霧 第十節很重要 日子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雪 這都是主大義 明顯的日子 未到之前 這節經文 這一個史特行傳 同樣有一個關鍵性的時間 它的關鍵性的時間是什麼呢 它講的同樣是和我們剛才讀的那節的經文 是吧 《若語書》的經文 講的一樣的 它講在一個大義明顯的日子 未到之前 什麼事情發生 日 熱 星球的改變 它不同的地方 它有不同的描寫 有些它講它會變黑 有些它講它會變黑 有些它講它會變毛 發毛了 太陽好像發毛了 有些那些熱量好像變成血那樣 然後這個星球也都不放肝等等 但是它描寫的同樣是日 熱 星球的改變 在夜 夜 華 大義 可惟 就是耶穌基督 未來之前 這裏我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 我還可以給你看其它的經驗 同樣的 一樣的這樣講 只要有些它沒有講那個時間性 那個sequence 它沒有講那個 它只講那個sign 講那個意訊 但是它沒有講那個sequence 那個關鍵性的時間 它在這裏講到同樣 它講的是一樣 它講日 熱 星球改變了之後 然後 耶穌正會來 耶穌基督正會來 這個大而可惟的日子正會來 我們再看一支經文 我們再看一支經文 當我們看到這裏的時候 當我們看到這裏的時候 我們再看一支圖 我們再看一支圖 我們知道耶穌再來的時候 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日 熱 星球的改變 這個改變是什麼呢 太陽不放光 熱量會變紅 然後 星球 也有改變 再看一支經文 再看一支經文 看看我們對證一下 它講那個sequence 那個時間性 那個編排 時間的編排 那個次序有沒有相同 有沒有一致 如果我們把這些 這麼多的經文放在一起 它沒有辦法一致 只要有一段的經文 它講的是沒有辦法一致 那我可以將它所有的東西推翻 我可以將它所有的東西推翻 現在我們看最關鍵的 耶穌基督講的 馬太 馬可 和勞家 我們先將啟示錄放下 待會再講 馬太 馬可 和勞家 我們看馬太怎麼講 馬太這裡講 哪些日子的災難一個去 日頭就變黑了 熱量也不放光 眾生要從天上墜落 天勢都要震動三十次 哪時人子的照頭要顯在天上 地上的萬族都要愛好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駕鑿天上的魂降臨 它要差遣使者 用號碼的大聲 將它的顯民 從四方 從天這邊 天哪邊都召集了來 阿門 你繼續看下去 它是一樣的 它是一樣的說到的 不過我沒有時間再給你們看 這個經文非常非常之重要 極之重要 為什麼 因為這個經文 將這個災難 以及將一個日夜星球 以及將耶穌基督再來 三件事情放在一起 OK 它將三件事情放在一起 它這個事情是怎麼樣呢 它同樣是說到 日頭變黑 月亮不放光 天天這個星球墜落 之後 然後人子正會來臨 是不是 耶穌基督正會再來 但是這個經文 就加多了另外一個部分 就是十九節前面那部分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的 是說哪些日子的災難 一個去 日頭熱量和星球的改變 是什麼時候開始改變呢 日頭什麼時候變黑呢 以想太陽一不放光 全世界都會黑暗 因為我們知道世上的光 除了人造的光 世上的光 都是靠太陽的光而來 熱量的光 星球的光 都是靠太陽而來 當太陽變黑 不放光 意思是說 這樣整個的宇宙 整個的宇宙 將會變成什麼 黑暗 整個宇宙 將會變成黑暗 而他說這個宇宙 變成黑暗之前 就會有一個災難 他說因為什麼 因為這個災難過去之後 他說是災難過去之後 正有一個熱頭變黑 熱量不放光 眾星會墜落 他不是說災難過去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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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說災難過去之後 就是大災難之後 這個熱頭熱量和星球正會改變 然後 耶穌基督正會再來 那個次序已經很清楚了 如果我們說 基督徒是不需要經歷大災難的話 那這節經文沒有辦法解釋 因為這節經文講得很清楚 我們再看馬克福音詩是否這樣說呢 馬克福音詩第十四節 十三章二十四節 他講哪些日子 哪些日子災難以後 在這裡說 災難以後 日頭要變黑 熱量不放光 眾星要從天上墜落 第二十六節 哪時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 大永耀家著運而降能 他要差遣天使 把他的賢民從四方 從地極直到天邊都召集你來 這個是馬克福音詩講的 同樣的要講 是災難過去之後 日頭正會改變 然後耶穌基督徒正會來 我們再看回路加福音詩 路加福音詩 一樣的 路加福音詩 同樣的要講到 第十三節 我們不需要看這麼多 我們先看 OK 我們先看這裡 我們看第二十四節 他們要倒在刀下 前面哪些日子 第二十三節 哪些日子 奶孩子的 乃孩子的有何料 因為將有大災難 第二十三節 將有大災難 降臨在什麼呢? 降臨在這個一個地方 有震怒 臨到這百姓 他們要倒在刀下 都會被露到各國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踐踏 被外邦人踐踏多久呢? 三年半 待會我會給你們看 這個踐踏的時間 直到外邦人的日子滿了 第25節 日熱星球要顯出異照 地上的蠻覺都要困苦 因海中的波浪聲音就方方不定 然後第26節也說 天氣都要震動 人想起哪將要臨到世界上的事 就嚇到怎樣呢? 魂不乎體 第27節 哪時 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 有大榮耀 家作魂降臨 一有這些事 你就當挺身硬手 因爲 即是說 一有這些事發生的時候 你就要馬上不要再退縮了 你就要馬上不要躲避了 不要逃了 一有這些事 你看到天上的天氣改變的時候 你就要馬上挺身硬手 去出去 去迎接你得熟的日子 即是說 耶穌基督來迎接你的日子 馬太是這麼說 這個 sequence 就是那個次序 是沒有衝突的 馬可是這麼說 那個次序是沒有衝突的 勞家是這麼說 那個次序一樣沒有衝突的 災難之後 有一個日日星球的改變 然後 耶穌基督再來 使徒行轉 同樣的 這個次序也是沒有衝突的 使徒行轉 是這麼說 約語詩是這麼說 包括 這個 這個 這次序也是這麼說 所以 然後 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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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 當然 這個是史序轉 這個史序轉 也都是講到 我們現在講到這麼多了 史序轉 也都講到一字 但是現在最最重要的一本書 講到有關末世的 就是史序轉 就是史序轉 如果所講的所有的東西 是跟史序轉沒有辦法對證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 就是說 將這件事定為 耶穌基督來 是在這個黑暗之後 或者是基督徒必須要經過大災難 我們先來看 我們先來看啟示錄第六章 我講過 啟示錄第六章 是等於馬太福音詩 第十四章 也等於馬太福音詩 第十三章 也等於路加福音詩 第十四章 也等於史序轉 第二章 也等於約語詩 第二章 如果你將這幾章的經文放在一起看的時候 你會看見 他們講的東西 其實是一致的東西 是相同的東西 只不過是每一本書 它加多了這裡一兩句 那本書它描寫清楚了一些 在這個部分 另外一本書它也強調了 另外一個部分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要跟一個啟示錄來對正呢? 因為啟示錄是主要講到末世的事情 也都是主要講到耶穌基督再來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要先看了其他的書 所講的 特別是那四福音書裡面所講的 我們正來看啟示錄呢? 因為我講過啟示錄 以及很多的先知書裡面講的 它是屬於一個啟示文學 它是啟示文學的時候 它有很多時候它就沒有很明顯的講出來 如果你看馬太福音詩 馬克福斯、路加福音詩這幾章的經文 然後你再將啟示錄第六章對照的時候 你就知道馬太福音詩24章 馬克福音詩13章 路加福音詩第14章 它是講到那一到七人 它是講到那一到七人 我們來看看第六印 我講過這個它還沒來之前 這個是日夜星球的改變 日夜星球的改變 所有的經文都一致 從舊約一直到耶穌基督 一直到史堂傳 一直到啟示錄 包括如果你要看比特書 包括甚至乎 如果在鐵砂浪里加有講的話 它都是一致的 它都是一致的 因為它沒有講得這麼清楚 我就沒有把它操作出來講 當你看到這些的時候 它全部都描寫一件事情 描寫到什麼呢 描寫到有一個日夜星球 日夜星球的改變 宇宙的一個大黑暗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不放光 因為太陽不放光 太陽再沒有了光線 如果太陽沒有了光線的時候 整個宇宙都會進入一個黑暗 整個宇宙都會進入一個大黑暗 意思也是講 啟示錄的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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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章第29節 大陸人可以明白嗎? 我希望你們可以接得到我說什麼 已經是極之清楚的了 極之清楚的 意思是說 耶穌基督未來之前 所有的經文已經講到 將會有一個日夜星球的改變 然後耶穌基督會再來 這個畫圖 因為要寫字的緣故 它將會放到這麼遠 其實沒有相隔這麼遠 這個大黑暗之後 然後它就降臨 因為我畫圖沒有辦法 將所有的字 所以我將它隔開 其實在這時候 在大黑暗之後 耶穌基督就會降臨 意思就是說 現在我們看回啟示錄 我們看回啟示錄 啟示錄我們看看第六章 第十二到第十四節 甚至乎一直到第十六節 第六印 我們先看第六印 所以好將書卷被捲起來 山嶺海島都被拿去 離開本位 地上的軍王 陳宅 將軍 夫婦 當時和一切慰勞的 自主的 都藏在山洞 和原石裡 向山和原石雪 倒在我們身上罷 把我們藏起來 逃避 坐保住 這些面目 和羔羊的憤怒 因為他們的憤怒 的大日到了 誰能站得住呢 當你看到 第十二到第十四節的時候 他講的 是不是又是日熱 星球的問題 同樣的 第六印 第六印 他是提到 地上有大震動 他描寫更多 地上會有大震動 日頭 熱量 和天上的星層 是否和馬太福音斯 第十四章 第十九節 講的相同 是否和馬太福音斯 講的相同 和陶隆加福音斯 講的相同 和日語詩 和以蔡雅詩 包括斯特行轉 講的相同 絕對相同 問題就是 這個大陸印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個印 啟示錄主要的解釋 當你一解開了七印 七毫和七碗 基本上 你已經把整個啟示錄 解開了 你基本上 就已經明白了整個的啟示錄 因為啟示錄 第一到第三章 他是講一個的 一個的展開 解釋 講到在末世的教會 末世的信徒 末世的教會要怎麼樣 和我們重視 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預備 我們要知道的是什麼 然後 一直到第四章 到了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五章 他講了其他的多少 然後到第六章開始 第六章開始 他就講到六印 一直到第十九章 一直到第十九章 你解開了七毫 你解開了七碗 整個啟示錄 已經明白了 有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沒有困難 但是今天呢 我們就會來看第六印 和第五印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關鍵 可以解開整個啟示錄 這個sequence 關於耶穌紀錄 再來那個次序的經文 第六印 是整個的關鍵 整個耶穌紀錄 再來一個極之關鍵的時刻 這個時刻 一解開 其他很多事情就解開了 其他的很多次序也都解開了 當我們對照馬太福MC 和其他一些事我就不再講了 我們對照馬太福MC第十四章 對照這個啟示錄第六章 我們知道這個日熱星球的改變 是在耶穌紀錄再來之前 是在大災難再來之後 大災難發生了之後 然後有日熱星球的改變 然後耶穌紀錄就再來 這個是前四福音師講的 和之前我們講的 然後其他事錄第六章裡面 講到的第六印 它同樣是講到日熱星球的改變 是沒錯的 第六印意思是講 它是講到那個黑暗 它是講到那個大黑暗 它是以後的大黑暗 因為太陽不放光 它這裡又形容到它 好像一個黑布那樣 好像變黑 好像一個毛布 即是說它很蒙 因為那個太陽沒有了光明 沒有了光線 看起來是黑暗的 有一點點閃閃的 好像黑毛布那樣 它描寫得比較清楚 意思是說第六印 是講一樣的東西 是以後的大黑暗 現在我們看了前面那些書的時候 看了那些次序 看了那些發生的關鍵性的時刻 我們現在可以解解第五個印了 而是說我不用看第五個印 我就已經知道第五個印是什麼 我已經知道第七個印是什麼 你明白我講的嗎 我們看一看 對著一下 到底第五個印 是不是講這個大張 第五個印 結開第五印的時候 我看見在祭壇底下 有為神的道 並作見證被殺之人的靈魂 大聲喊著說 聖結真實的主 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 給我們身流血的煙 要等到什麼時候呢 於是有白衣刺給他們各人 又有話對他們說 患有安息騙時等著一同作仆人的 和他的弟兄有一仗 他們被殺 數目滿足了數目 第五印是講到什麼 如果你看到這裏的時候 你知道是講到大災難 而當你看到這裏的時候 它說是被殺的靈魂 許多人因著做什麼被殺 如果我們看這個二詔的時候 我們看上星期的一個課程的時候 看這個二詔的時候 是因為他們不拜這個獸像 他們不打這個獸人 當你看上星期的二詔 你就明白 他們因為不打這個獸人 以及不拜這個獸像 而因此受迫白 因此受迫白 而很多人就因為這樣的緣故被殺害 在迫白裡面死亡 甚至乎聖經 在啟示錄第五印的時候 講得很清楚 是有一個數目的 是有一個數目的 被殺的靈魂 即是在迫白裡面死亡的數目 在迫白裡面死亡的數目 如果你看回啟示錄第七章 以及第十四章 第七章這個數目到底是什麼呢? 是第七章和第十四章 我會解釋這一點 不過這裡講的數目 滿足了數目 是指 在啟示錄第七章 以及啟示錄第十四章 講的數目 有機會的時候我會解釋這一點 好 我們已經看了 現在我們將所有 一個關鍵性的移住 和關鍵性的時間 的次序 當我們一章打開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很清楚 很明白 所以我在第一課的時候 我講過 在這麼多的看法裡面 人對一個大災難有三個看法 第一 基督徒不會經過大災難 在大災難之前就會被看 第二 基督徒會經過三年半的大災難 在真正的大大災難未來之前 他們就已經被看 在災難中被看 第三 就是基督徒會經過大災難 在大災難之後 耶穌基督徒會再來 我們才會被看 而我跟你說過 我可以一百巴仙的肯定 對我來說 我絕對一百巴仙的相信 基督徒會經過大災難 當你看了我今天所講的 這些所有的經文的時候 你就可以明白聖經是清清楚楚 聖經從《舊約》到《四福音書》 到《史藤傳》到《啟少》 是清清楚楚的講到 清清楚楚的講到 這些次序 沒有任何的衝突 我講的是關鍵性的經文 當然他做了很多經文 解釋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講過次序的 他解釋了很多的事情 有些人沒有講過次序 他真的描寫那些情況 大災難的情況 或者大黑暗的情況 或者耶穌基督徒會來的情況 其他那些先知詩 包括可能在這個 最多其實是先知詩 先知詩這邊 爾卓雅詩 特別爾卓雅詩講到很多 撒加雷雅詩講到很多 其他的詩講到少許多 其他的詩講到少許多 都是有提到 日日星神的改變 有幾本其他書 那些我們沒有辦法 再拿時間跟你講 包括《以色傑》書 都有講到的 不過他們就沒有提到那麼多 沒有那麼詳細 我們就不拿那些來講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 將這個關鍵性的次序 以及關鍵性的移照 那個移照是什麼呢? 這個地上會有一個 宇宙的大黑暗 因為太陽不放光 熱量會變紅 OK 然後這個星球會墜落 就是說眾星都會墜落 意思是一個可以講是 翻天覆地的 是一個翻天覆地的一個景象 想想想 就天上的星球 眾星 天上的星球墜落 而在一個這麼黑暗的情況 情境裡面 因為太陽沒有光 沒有太陽光 太陽變黑了 沒有光光 如果你看到很多的科學的研究 我相信你們都已經知道 有很多的科學家已經研究到 這個太陽 現在有一個黑洞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太陽 整個太陽的裡面 已經有很多科學家已經研究到 看到這些太陽 已經其實有了很多黑洞 氣洞 有了很多黑洞 其實聖經已經描寫了 有一天 在末世的時候 耶穌基督來之前 太陽會到一個地步 完全沒有光 不只是這裡有一個黑洞 那裡有一個黑洞 而你有看註意新聞的時候 科學家他們已經研究報告 講到這些黑洞 熱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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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星的墜落 你要明白所有的星球 其實都比地球大 應該 因為這些星球是很遠的 很遠很遠很遠的 比地球比星球更遠很多 這些星球 就算我們看到天上的星球 好像很小顆斬啊斬啊 其實任何一個星球 任何一個星星 都可能比地球 比一個熱量大的 當我們講到眾星要墜落的時候 你就可以想像得到 是一個多麼恐怖的一個情境 在末世的時候 多麼恐怖的一個情境 OK 我們看清楚了這個第五印 第六印 第六印是啟示錄第六章 第十二到第十四節 是馬太福音師第十四章 二十九節 意思是他在說同樣的東西 那你如果看得明白 因為馬太福音師 四福音師是白化文 啟示錄是啟示文學 你看不到明白 但是當你看得明白了 我四福音師說的這些二章 你就要看得明白 啟示錄裡面 說的一到七印了 因為馬太福音師二十四章 是等於啟示錄第六章 就是我四福音師 馬太福音師十三和六加二十四 是等於這個啟示錄第六章 好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什麼呢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現在我們要講的是 到底這個大災難正式發生的時候 是什麼時候呢 什麼時候才會有一個大災難 而我們怎麼可以肯定 這個大災難是三年半 我們怎麼可以肯定 那到底聖經講 有關於大災難 一不一致 三年半這個時間 能不能夠一致 我們先來看看 之前我們讀過經文 就是彈以利斯 彈以利斯第九章二十七節 這個我們不讀 好 好 彈以利斯第九章 我們來看 這裡第五節第六節 我們來看 這裡它說 可以任意而行 就是說這些敵基督 迫白 可以任意而行多少 多久呢 42個月 第七節它說 又任憑它和聖徒政爭 並且得勝 又把權柄似給它 能夠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國 第八節 犯署在地上 明治從廠室以來 沒有記載被殺之高養生命賊上的人 都要拜祂 都要拜祂 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的名字 沒有在 你要記得 在神的裡面 有一本賊子 叫做生命賊 生命賊是做什麼的呢 生命賊是拿來記錄 得救的人的名賊 我再說一次 生命賊是拿來記錄 從廠室以來 到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所有信徒的名字的一本賊子 這裡是說 凡是那些沒有在高養 就是耶穌基督生命賊上的人 都要拜誰呢 都要拜那個仗 都要拜那個仇 都要拜那個基督 然後第九節說 犯有意可聽的 就應該聽 是說 信徒的忍耐就在此 以上基督徒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一定要學習忍耐 一定要堅守自己的信心 千萬不要因為這個迫伯 而放棄了你的救恩 當你放棄了你的救恩 你的名字 就在生命賊裡面被除氣 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點 當你拜那個仇 和那個仇像的時候 你的名字 就會在生命賊裡面被除氣 所以信徒的忍耐 和信心就在此 所以你一定要有信心 在一個迫伯裡面 你一定要忍耐 一定要堅忍 在一個迫伯裡面 千萬不要去拜那個仇像 和打那個仇人 我們看回剛才 我們看回這裡的時候 他在說的是什麼呢 彈以利斯第九章27節 上個星期我們已經讀過了 這裡很多的經文 其實是講到一樣的東西 我就不看這麼多經文了 看這麼多經文我們都講不完 一七之內 彈以利斯第九章27節 一七之內 他必興起許多人堅定盟弱 一七之半 他必使祭祭祭祀 或者公圈祭祀 那行為還可爭的 使他地方讓的如非而來 並且有憤怒興到在那行為還可爭的人身上 直到所定的結期 或者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我不知道有沒有把它放出來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 你們看不看得清楚 這個圖就是彈以利斯第二章裡面所講的那個時代 那個不同不同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巴比倫的時代已經過了 這個就是巴比倫這個象的 尼布格里薩王看到那個金象 但以你為他解釋的那個金象 頭就是巴比倫 是巴比倫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巴比倫時代之後 就是馬代波斯 這些我沒有辦法解釋的 我沒有時間去解釋的 然後巴比倫之後 馬代波斯之後 就到希臘 希臘的時代 希臘的時代 就好像那個 這個波西的王 古列王 古列王 古列王是一個好的王 也是一個古列王 容許彈以利 建立一個聖殿 以及當時那些猶太人被捕 被捕了之後 讓他們回去 建立一個耶路撒冷城 建立一個耶路撒冷聖殿 當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了之後 耶路撒冷城被毀了之後 他們被捕 他們被捕到外國的時候 也都是這個古列王 希臘的一個古列王 阿歷山大王 或者古列王 幾代 容許他們回去 建立一個聖殿 以及建立一個耶路撒冷聖 我們都知道 這個腿是代表羅馬的時代 羅馬的時代 是耶穌降生的時代 也都是新約四福音師的時代 包括史達行傳那個時代 我們都知道 當耶穌基督降生的時候 他是降生在羅馬統治的時代 我們都知道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在這個金像裡面 就是講到整個的時代 整個的時代一直到耶穌基督再來 現在剩下的是什麼呢? 剩下的這個已經過去了 羅馬的時代 就是一個龜撒的時候 已經過去了 龜撒做王的時候已經過去了 剩下的是兩條腿 兩條腿裡面有十個腳趾 有十個腳趾 是代表十個個 也都是代表十個王 上次我已經講了多少 今天我們不會講太多這個部分 因為今天我們要講的是第五印 和第六印 和第六印 只不過我要給你看看 到底這個 我們現在講的 為什麼我們講的 我們現在已經在末世的裡面 已經很接近 很接近 耶穌基督再來 是因為這個金像裡面 但義理書裡面講的一個金像 全部已經過去了 已經發生了 連這個十個角趾 十個腳趾 這個腿 和這個十個腳趾 是代表十個角 也都是代表一個世界 一個政治 統治 就是統治 世界統治的國家 羅馬之後 羅馬時代之後 我們都知道 後來有聯合國 聯合國 統治整個世界 整個世界的政治 整個世界的經濟 都是在這個聯合國的統治之下 意思就是說 這十個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 已經出現了 它不是還沒出現 它不是還沒出現 只不過 很多人說 有時候 有些人說 聯合國有十五個國家 有時候多 有時候少 有時候出 有時候入 但是主要是象徵 統治那個世代的 一些統治者 一個世代 就好像當時 在耶穌基督的時代 這個羅馬 統治當時的世代 耶穌基督的世代 一樣 同樣的 現在我們這個世代 是有一個聯合國 其實不是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 有自己的軍和 每一個國家 有自己的軍和 但是我們都知道 在整個世界的裏面 地上的世界的裏面 有一個聯合國 是在統治的 所以請問 請問 請問 我們現在是變樹 我們現在是變樹 這十國裏面所發生的事情 已經很久了 聯合國已經發生了多久了 我相信已經有幾多年的歷史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記錯 19… 幾多年了 最少都有二、三十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聯合國二、三十年的時間 甚至乎包括歐洲 甚至乎包括歐洲 歐洲他們怎樣聯合 開始一個歐元 歐元的錢項 歐元的時候 都已經有幾久了 都已經有十幾年了 所以最少最少最少 我看都已經有二十幾年 應該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可能記到數目 有時候記不到很清楚 我要說的是什麼呢 我要說的是 我們其實真的來耶穌基督律 很近一點 因為我們不只是在雙腿 我其實已經在雙腿的十角 有十角會興起 這個啟示錄 啟示錄 有講到 彈以尼斯 有講到這十角 好 我們再看看 看回到這裡的時候 在這個情況裡面 全部已經發生了 那六十二個七 彈以尼斯第九章裡面說的 一個七 六十二個七 你們讀過神學的 那些應該十分明白 他代表那個時代 那些時代已經過去 剩下最後一個七 他說這個在猶太人裡面發生的 有七十個七 一個七 六十二個七 不是 七個七 然後六十二個七 然後最後一個七 所以最後一個七 現在我們等的就是最後一個七 但是最後一個七 裡面 也都分一七之半 一七之半 三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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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馬克福音斯的時候 你看到他們簽了一個約 他們會簽一個約 簽了約的時候 一七之半 簽了一個約之後 我講過 他們會開始 怎麼樣呢 他們會開始一個聖殿 建立一個聖殿 建造一個聖殿 因為簽了約 他們正可以合一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了一個和平合約 七年的和平合約之後 然後他們正容許這些以色人 猶太人 重新將聖殿被建造起來 因為聖殿沒有被建造的話 憲制沒有辦法發生 憲制沒有辦法發生 聖殿沒有辦法重建的話 耶穌基督沒有辦法來 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他的腳會接著我們和天上 在天上與他相見 然後在天上有那個 有那個延殖 延殖之後呢 我們會和他一起降臨 他的腳要搭在這個金曼山 在金曼山的時候 經過這個奠定谷 經過這個東門 進入一個聖殿 然後在這裡建制 然後在這裡建制 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彈以色列裡面有講到的 在彈以色列裡面有講到的 所以以色列說 他七年的和平合約 以色列和阿拉伯人 簽了七年的和平合約之後 聖殿會被重建 三年半之後 他們會開始毀約 然後停止那個憲制 不再被人落聖殿的憲制 然後之後 那個毀壞可憎的 會坐在這個聖殿 我們看看這幾個經文 我們看看這幾個經文 那個大罪人 敵黨主的 敵黨主的 就是說是迫北主的 高抬自己超過 一切稱為神的 和一切受人敬拜的 會做什麼 坐在神的殿裡 自稱是神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信 很重要的義兆 讓我們知道 誰是那個敵基督 這個敵基督 他在和那個政治之王 和那個經濟之王 三王一起 連合起來 包括這個宗教之王 三個一起 聯合起來 就會支持這個敵基督 支持這個敵基督 甚至乎為他做一個神像 然後他會坐在那個聖殿裡面 要稱他自己做神 我們知道在這個世界裡面 只有一個人 就是魔鬼撒旦 他要和上帝平等 我們在以上阿斯裡面已經知道 全世界裡面 只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他有一個這樣的目標 就是他想和耶穌基督 和上帝同等 這個人是誰 就是魔鬼撒旦 你看到這裡有講到 他有講到 然後他會自稱為神 他要做神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 就是魔鬼撒旦 他坐在聖殿的時候 你就知道 他就是那個敵基督 上個星期 這個Thomas問我這個問題 是不是Thomas 應該是Tony 問我這個問題 到底誰是敵基督 你要看這個Sign 有一個人 如果在簽了7年的合和平合約之後 三年半毀約 他坐在聖殿裡面說 我就是那個上帝 我就是那個神 然後做個仗 要所有的人去拜祂 那個就是敵基督 那個你就可以100%肯定 他就是敵基督了 當然當我們講敵基督的時候 我們就要更加詳細的去看 敵基督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徵象 好 感謝讚美主 現在我們 我們再看回去的時候 就是 因為 彈以理書9章27章 講到有一個7年的和平合約 7年之後 3年半會毀約 毀約的時候 也是大災難開始的時候 簽了7年的和平合約 聖殿會被重建 聖殿被重建之後 慶祭會開始恢復 恢復了之後 3年半 這個敵基督會毀約 大致 就是說這三王 宗教之王 這個政治之王 和一個經濟之王 他們這三個王會支持他 他坐在那個位上 然後 他會坐在聖殿裏面 稱自己是神 要人去拜他 而從那個時刻開始 也是最關鍵的時候 也是大災難 我們所講的大災難 開始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這三節的經文 我們來看看這三節的經文 馬克福音斯 馬克福音斯說到 你說在那個末世的時候 第21節 因為那時必有大災難 21節 馬克福音斯24章 他說 那時必有大災難 從世界的起頭 直到現在沒有這樣的災難 以後都不會有 22節 若不減少那日子 煩有氣力 總沒有一個人得救 但是為了選民的人言故 那日子必減少 那時在那個時候 如果有人跟你說 耶穌在這裏 耶穌在那裏 他說你不要相信 下個星期 我會告訴你 這個原因 為什麼 有人跟你說 耶穌在這裏 耶穌在中國出現 耶穌或者在中東出現 耶穌或者在歐洲出現 你不要相信 耶穌在任何一個國家出現 你不要相信 下個星期 我會告訴你這個原因 他說 因為假基督 假先知 將它起來 也都會顯大神跡 大騎士 若善樂能夠行 連選民也都會被迷惑 他說 我先告訴你們 若有人對你們說 基督在曠野 不要去 基督在屋裡 不要相信 這些你都不要相信 因為要等這些所有的日子過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 馬可福音師 和這個勞加福音師 就解釋得更加清楚了 他解釋得更加清楚 勞加福音師 很關鍵性的 很關鍵性的一件事情 到底大災難何時開始 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再來 是在一個宇宙的黑暗之後 這個是很明顯的 日月星球改變之後 日月星球改變之後 然後他還會再來 這個是第六印 然後第七印的時候 是耶穌基督再來 第五印的時候 是大災難 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大災難何時開始呢 七年的和平合約 七年的和平合約 聖殿被重建 聖殿被重建之後 三年半 他會毀約 毀約之後 他會坐在聖殿裡面 然後稱自己為神 做了個仗 要人去拜他 然後那個迫不 災難就會在那個時候開始 而更加更加清楚 就是馬可福音師 和勞加福音師 更加清楚 給他們看見的經文 還有更加清楚的一個儀詔 更加清楚的一個儀詔 是什麼儀詔呢 是 是 馬可福音師第十三章 第十四節 這裡說 你們看見哪行毀壞可憎些 站在不當站的地方 你知道不當站的地方是哪裡? 聖殿 那行毀壞可憎的 可憎的人 坐在聖殿 站在聖殿 是虧讀聖殿 對猶太人來說 是絕對的虧讀 然後他說讀這個經的人 要回憶 他說哪是 哪是 哪是 那個時候 這個就是大災難發生的關鍵性的時候 耶穌基督再來 關鍵性的儀詔是什麼呢? 就是那個大黑暗 那個大災難 關鍵性的儀詔是什麼呢? 就是當你看到 這個行毀壞可憎的 這個行毀壞可憎的 站在聖殿的時候 你說那個時候 在猶太的 就要投 走到山上 在房裡面的 都不要下來拿 馬上就要走 然後在田裡的都沒有回家拿生褲 因為那個災難就要開始了 那個災難就要開始了 你看到嗎? 非常清楚 就是說 怎麼在樓上樓下 在樓上都不要再下樓下 收拾山褲 什麼都沒有收拾 他說馬上要走 在城市的要走 在樓上的要走 在田裡的要走 什麼山褲什麼都不要拿 那你知道是很緊迫的時候 極之極之緊迫的時候 而那個時候 那些人如果是懷孕的 或者還有小朋友 很小很小的寶寶的 是有禍 很麻煩 因為逼不開戰 你走難的時候 你想想有小小朋友 有寶寶的時候 是最麻煩的 你躲避 躲避不了 因為小朋友 他不應該哭的時候 會哭 所以說 要祈禱 我們不會有冬天 為什麼? 因為冬天的時候 你走難 你不被殺死 不被逼迫死 你都會被凍死 所以他說討告 不要祈禱 就是說 我們不會遇見冬天 因為那個災難的日子 會發生 那些懷孕的 如果在那個時刻 就是真的不愛小朋友 很多人看到這些經文的時候 不清楚這些事情 他們很久就說不愛生 因為耶穌基督來了 但是其實來耶穌基督來 還有很遠很遠 為什麼? 因為什麼事情呢? 因為災難還沒發生 因為星球還沒改變 因為耶穌基督來 是要在日月星球改變了之後 以就黑暗之後 耶穌基督再來 所以你現在可以清楚 是極之清楚的 我們什麼時候 能夠知道耶穌基督 什麼時候來呢? 就是日月星球改變之後 日月星球改變之前 就有一個大災難 這個災難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是當你看到那些行為 可憐的人站在聖殿的時候 盧加福恩斯講得更加清楚了 盧加福恩斯第20章 包括薩加利亞書 第20節 他講多也解釋了多一點 多了一點 就已經將整個事情不同了 第20節說 當你看見耶路撒冷被兵圍困 你就可以知道 他成為方長的日子近了 哪在猶太的? 應當逃到山上 在勝利的 應當出來 在鄉下的 不要盡盛 因為報應的日子 好像經常所講的 要認嚴了 有禍了 有大災難會發生 有真怒會臨到百姓 很多人會倒在刀下 會被怒到各國 會被踩踏 耶路撒冷會被外邦人踩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滿了 所以外邦人的日期是多久? 是三年半 因為大災難是三年半的時間 因為大災難是三年半的時間 我們看一看 如何證實 或者我們先看一看這個圖畫 再看一看這個圖畫 當我們看這個圖畫的時候 這個已就大黑暗是第六人 大災難是第五人 大災難之前 他講到當你看到那個行為 是可憎的 你看到他站在聖殿的時候 那你就要走了 然後盧家福音師說 當你看到列國的軍隊 在耶路撒冷攻擊 攻打耶路撒冷的時候 他講那時候你就要走了 馬虎說你看到那個行為是可憎的 站在聖殿你走 然後盧家說 當你看到列國的軍隊 攻擊 即是說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會在什麼時候開始 會在以色列 會在以色列開始 而那個戰爭會在什麼時候呢 在耶路撒冷開始 在耶路撒冷開始 意思是說 當你看到重兵 在撒加拿雅書語講 當你看到重兵攻擊 一個耶路撒冷的時候 那時候你們就要走了 那個時候災難就會開始了 你可以明白 非常清楚 非常的清楚 這個圖裡面已經 所以我再列記一下 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由於書去講 在日月星球改變之後 他正會來 馬太福音師24章29節去講 這個災難過去之後 熱熱 星球改變 耶穌基督正會來 四福音師都是這樣講 契義書都是這樣講 然後啟示錄第六印都是這樣講 然後我們知道啟示錄第六印 如果是黑暗的話 那第五印就是災難 因為馬太福音師二十九章 二十八 二十四章 二十八 二十九章 已經講了那個次序 那四福音師已經講了那個次序 這樣 當你看到 當你看到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了 根據彈以利斯第九章 當你看到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了7年的和平合約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時間很短了 我可以跟你肯定的說 我們的時間只有7年 所以一個很關鍵性的意見是什麼呢 就是耶路撒冷 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簽的7年的和平合約 那7年的和平合約一簽了之後 另外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上個星期我們來看那個義照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義照是什麼呢 就是聖殿的重建 聖殿的重建 為什麼 因為聖殿重建了之後 人開始憲制 憲制到一半的時候 一七之半 他指釋 憲制要指釋 他會停止這個憲制 他會壞了合約 他會毀壞了合約 然後 他會自己 會坐在那個聖殿 自己會稱自己為神 在一個 一個 鐵薩羅尼加書 也有說到 他會自己坐在那個聖殿 稱自己為神 稱自己為王 然後他做一個仗 要叫人來拜他 你知道 那個時刻 也都是敵基督開始的時候 也都是 人會不拜仗 不拜那個仗 就會受迫伯的時候 不打那個仇人 也會受迫伯的時候 而那個關鍵性的義照是什麼呢 那個義照呢 就是你要看那個仗兵圍繞耶路撒冷 仗兵 當你看到這個所有的軍隊 聚集在這個以色列 這個戰爭開始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時刻 也都是迫伯開始的時刻 那個時候聖經說 你就要走了 你就要逃跑 現在有很多人 未得事就走 未得事就說 耶穌基督再來 今天 當你看到這些義照 還有你看到這些義照的次序 什麼事情發生之後 正有什麼事情發生 正有什麼事情發生 那你就可以很清楚 你不會說連連走 而四方安詩已經講得很清楚 當你聽到耶穌 聽人家說耶穌在那裡 你不要相信 當你講耶穌在那個國家 在那個城市 你講他在那個城裡面 在那個屋裡面 你不要相信 你講 不要相信 因為這些是假先知 假教師 因為這個魔鬼撒旦 要迷惑人 因為他會自己稱自己為神 因為這些假先知 假教師 包括那個三王 那個政治 和一個經濟 和一個宗教的王 三王一起會舉見 一個敵基督 耶穌成為那個統治者 然後他會自稱為王 所以你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你不要相信這些東西 下個星期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相信這些東西 因為有一個很關鍵性的 一個二召發生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個就是耶穌基督 是一點不模糊的 不可能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好像一個賊這樣 怎麼可能好像一個賊 你看明白這些聖經的經歷的時候 他來怎麼可能是一個賊 他不可能是一個賊 他已經有這麼多的二召講连 給他們知道 他來的時候發生這些 發生這些 發生這些 發生這些之後 這些事情發生 發生這些之後 這些事情發生 發生這些之後 這些事情發生 怎麼可能是賊 不可能他來的時候 好像是賊的 只有那些不信主的 只要那些不明白聖經真理的 只要那些不明白這個二召的人 耶穌基督來的時候 就會好像賊 因為他們正在說 穩妥的時候 正在說 穩妥的時候 穩妥的時候 耶穌基督就來了 因為他們完全沒有預備 因為他們什麼都不知道 因為他們也不明白 我們看下面這個部分 下面這個部分 是給我們看到 為什麼我可以這麼肯定的說 大災難只有三年半 為什麼 因為啟示錄 我打錯了 啟示錄十二章第六節 啟示錄十二章第六節 它說到的是一千二百六十人 待會我會跟你解釋 啟示錄十二章十四節 你說一載 一載 兩載 半載 一載是一年 兩載是兩年 半載 總共是三年半 啟示錄十一章第二節 它說是四十二個月 它說外邦人會踐踏盛盛盛 四十二個月 一個婦人要在抗野被養 就是說耶穌基督其實是保守 耶穌基督也保守他的兒女 耶穌基督保守在迫伯中他的兒女 甚至乎有兩個見證人 會在一個抗野在他這邊 上帝耶穌基督會派人去養育他們 一共多久呢?一共一千二百六十日 踐踏這個聖殿四十二日 一千二百六十日 兩個見證人之後會被殺害 三日半這個我們不用理會 然後啟示六十三章第五節也說到 四十二個月裏面有權兵交給一個仇 就是那個敵基督 他會任意而行 會迫北聖徒 以聖徒交戰 並且會怎樣得勝 彈以聖徒第七章二十四二十五節 我應該有那個經文 好 彈以聖徒他講到 至於那十國 至於那十國 就是統治世界的那些王 那些統治者 會興起在十國就是那十王 後來也會興起一王 跟先前的不同 他會制服三王 開始的時候 這個政治 經濟 和宗教的王 將所有權兵舉起子劍 就是將他推薦 等他坐那個位 這三個王會推薦他坐那個位 政治 宗教 和一個經濟的王 都會推薦他坐那個位 但是當他坐那個位之後 當這個敵基督坐那個位之後 他就開始制服那三王 被利用 那三個王被利用 然後 他必向至高者說 誇大的話 必折磨至聖者的性命 別想改變節旗和律法 聖命必交在他的手中 一在 兩在 半在 原而審判者必坐著行審判 他的權兵必被奪棄 毀壞滅絕 一直到底 是 最後的勝利 認耶穌基督 這個我們 之後的幾個勝利 我們會講 這裡很清楚講到 那個迫伯是多久呢 那個迫伯是一載兩載三載 一載兩載半載 是三年半 OK 是三年半 我們來看一看那個計法 或者你說 這裡講1260天 那裡講42個月 這裡講一載兩載 一載兩載半載 到底它是不是講 同樣一樣東西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 猶太人的日曆 他們一年是360天 不像我們這樣 我們的日曆 有一年是365天 我們的日曆 一年是365天 但是猶太人的日曆 一年是360天 OK 它一個月是30天 一年是365天 這裡一千 你講 這個聖誠 會被踐踏1260天 包括兩個堅徵人 會在抗野被養育 1260天 1260天 啟示61章 還有12章 都有講到的 這些經歷 或者你可以回去看 按照猶太人的一年來計算 一年365天 乘三的話 就是三年 一年365天 三年的話 就是1080天 OK 1080天 這樣它1260天 就只剩下180天 對嗎 180天 180天 對嗎 隨著找不到 隨著找不到 隨著30天 隨著30天 等於多少 等於6個月 所以是多少 1260天 是等於3年半 大災能 是3年半 然後42個月 42個月 啟示61章 第2節 13章 第5到第7節 都有講到42個月 你回來看看 這裡42個月 說什麼 一年是12個月 一年是12個月 三年的話 就等於幾多個月 36個月 對不對 36個月 那42個月 減到36個月 剩下多少個月 剩下6個月 6個月是多久 是半年 所以施設說 42個月 是等於3年半 清清楚楚的 給我們看見 42個月是3年半 一載兩載半載 《彈以利斯》和《啟示錄》都是講到3年半 這1290天 又是什麼呢? 只有《彈以利斯》12章 全部的聖經沒有講到這一點 單單只有《彈以利斯》第12章講到這一點 很有意思的 非常非常之有意思的 這次的經文在講到什麼呢? 這次的經文在講到 我們來讀一讀《彈以利斯》 《彈以利斯》第12章 這次的經文很重要 非常重要 你講這奇異的事 什麼時候才可以應驗呢? 我聽見 暫在河水以上的世貿暴力 舉手 你講指著 發誓一載兩載半載 就是三年半的時候 它打破聖明的權利的時候 就是它毀弱的時候 這一切事情都會應驗了 看到嗎? 就是三年半的時候 它會毀弱 毀弱的時候 這些事情都會發生了 然後 繼續看下去的時候 這些畫會封閉直到末世 在末世的時候 很多事情都會被解開 第12章前半節 我給你看一看 這裡 第四節 第四節 就有很多以前是一個傲秘 看不明白的 是隱藏的 在末世的時候 就開始被解開了 就開始被解開 然後它講到什麼呢? 它講到 封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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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打開 必有許多人 使自己清潔結白 有很多人是很謹守忠心致死 且被懦戀 在迫北的裡面被懦戀 可憎之物的時候 即是說 那個坐在那個聖殿 從那個憲制開始之後 一直到那個坐在那個聖殿裡面 自稱為王 即是說虧獨的聖殿那個人 那個敵基督 坐在那裡的時候 它講總共是有多久呢? 1290天 很有意思 哇! 我開始的時候 我看這裡的時候 我看不明白 我看不明白 在說第12節 在說 等到1335天的時候 那些人就有福了 13節 你且去等候結局 因為你必安歉 到你末期 你必起來 享受你的福分 Amen 這裡講的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你是研究這個解釋 如果你是研究 比如說日本戰爭 很多人說是三年半 其實它是什麼? 三年零八個月 三年零八個月 當我們講這個以色列人 他們在抗野 四十年 如果你研究聖經的話 其實它沒有足足四十年 它可能是在打個比方下 比如說它是在2020年 六月份開始進去 開始離開埃及 然後它在四十年之後 是多少呢? 二千六零年 二千六零年的時候 二千六零年 可能它一月份的時候 它進入一個以色列 進入一個加藍地 它說是四年 但是它未必是四年 一月份開始進去 也都未必是一月份二月 二月或者三月下去 我們不知道它什麼月份下去 我們今天不去講這些 只要講很多時候 它說以色列人在抗野四十年 但是實際上它大概是三十幾年 三十幾年 前面扣了多少 後面扣了多少 是三十幾年 但是他們都會講四十年的時間 同樣的 這個大災難是三年半 三年半 但是真正如果你能夠等到 如果在三年半 三年半是四十二個月 和一千二百六十日 如果你能夠忍耐一千二百六十日 三年半的時間 甚至乎你能夠忍耐一千二百九十日 都還未被殺害 都未被逼迫到死 或者還未宣渡的話 你能夠last到一千二百九十日 直等到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那些人就有福了 意思是講 整個迫迫的時間是多久呢? 整個迫迫的時間是... 在哪裏 整個迫迫的時間是... 就在哪裏 正說我給你看那份在哪裏 再一次 整個迫迫的時間是多久呢? 如果一千... 如果你能夠忍耐一千二百九十日 一千二百九十日 一千二百九十日 就是十二章第十一節 就是三年七個月 那如果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那些人說你是有福的 正在彈以利斯第十一節 第十二章第十二節 這裏就是一千三百三十五日 是説到三年八個月半 三年零八個半月 怎樣找出來的我剛才已經解釋了 根據這個方法 你根據這裏去做 你就已經可以找出來 哇 其實我真的很感恩 有聖經在我們當中 有神話語在我們當中 因為有他的話語 他能夠這麼清楚的 讓我們清楚就知道 那個大災難只是三年半 而在三年半裏面 義工我們沒有被殺害 因為我們不拜這個獸印 和不打這個獸像 我們被逼迫 我們沒有辦法做買賣 因為《啟示錄》第13章講到的 我們不打獸印 我們沒有辦法做買賣 買不到東西吃 我們會經歷飢餓 會有通貨的膨脹 然後如果我們不拜這個獸像的時候 我們會受到逼迫 在這樣的情況之中 如果你們能夠引來到三年零七個月 多一點點 再引多兩個半夜 你是有福的 你是有福的 以為真正的災難的時間 只有最長都是三年零八個半夜 三年零八個半夜 哇 現在我們再看看 可不可以再給我一點點時間 如果不行的話 我就會在這裡停 我會在這裡停 我會講了這個部分 大災難是怎麼來的呢? 大災難是從魔鬼而來的 是從魔鬼而來的 《啟示錄》第12章第12節講到 因為魔鬼知道它的時間不多 它就氣紛紛的落到這個地上 它就會破壞 它就會破壞 然後它會將那個權 將那個權兵給了一個敵基督 給了一個敵基督 和這三王 然後他們會一起統治這個世界 就是統治這個世界之後 它後來最露出真正的面目 三年半之後 它露出真正的面目 甚至那三王都會被它控制 受它控制 這大災難是哪裡給我們的呢? 是誰帶給我們的呢? 是魔鬼的撒旦給我們的呢? 只是三年半的時間 我可以跟大家講的就是 世界上其實有兩個的災難 一個的災難 是魔鬼的撒旦給我們的 就是一個大災難 也是一個迫迫的時期 那個時間只是三年半的時間 那麼另外一個災難 是誰帶來的呢? 是神在世界終結的時候 也都是祂開始生冤的時候 這個我們下個星期講的 今天我不觸碰這方面 這個魔鬼撒旦 它三年半的迫迫 其實三年半的迫迫 在耶路撒冷的說 你要走 你在耶路撒冷的說 你馬上就要走了 屋你都沒有回來了 三款你都沒有拿來 馬上走去哪裡呢? 城市的要走去鄉下 講得很清楚 在城市的馬上要逃走 走到鄉下 走到一些比較隱蔽的地方 去逃避這個災難 在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迫迫在哪裡開始呢? 是從耶路撒冷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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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耶路撒冷開始 當它確鑽到全世界的時候 你要記得 它不是一下子就確鑽到全世界 它其實是慢慢的確鑽 慢慢的確鑽 意思是說 真正的災難對於我們這些比較遠的地方 或者住在比較小的城市 比較小的那些城市 沒有參與打仗的那些城市的話 其實這個災難未必有三年半 你明白我講的嗎? 因為它要推動這個拜這個仗 打這個仇人 它都有一定的時間 所以不需要看得這麼悲 所以也不需要害怕的 大兄姊妹 你知道嗎? 不需要害怕的 因為真真正正 那個大張雷就是三年半 當它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有可能已經一年過去之後 也有可能一年半之後 有可能兩年之後 我不知道 它什麼時候 或者美國會快些 因為美國是打仗的國家 中國 美國 德國 蘇聯 歐洲 意大利 德國這些地方 日本這些地方 我相信它會快 它會很快 但是如果你在那些馬來西亞 你在那些東地 印尼那些地方 你在那些很小很小的城市 根本這些影響力不大的 這個影響力不大 因為你住鄉那些人 你根本都不需要用錢的 你根本自己種 自己吃 其實這些災難對你說 沒有什麼大關係的 沒有什麼影響力的 其實 我真正要講的是什麼呢? 我真正要講的是 如果我們有預備的話 我們知道要怎麼做 我們因為知道的話 我們會知道怎麼做 但是如果我們不知道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應該要逃走 在那個期間的時候 我們要逃走 走去哪裡呢? 城市的要走到鄉下 因為壁北 所有的壁北 一般上都會先在城市開始的 都會先在城市 主要的那些城市 特別是首都那些地方開始先的 然後它就慢慢慢慢的確散 慢慢慢慢的確散 而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它最長都是三年半 再長一點 最多都是三年零八個半月 但是第二個災難是重生而來的 第二個災難是當你接受了這個魔鬼撒旦 就是說你不要受一個魔鬼撒旦的一個災難 你打了一個獸人 還有你拜了一個獸像的時候 你必不得救 而你將會永遠遠遠 還有當被提的時候 基督徒會在耶穌基督徒來的時候被提 然後其他的人會留下 因為這些人會繼續在一個災難裡面 這個災難是什麼災難呢? 是上帝所降下的災難 我們下個星期會講這一點 所以意思是說 你能逃避得到一個魔鬼撒旦 帶給一個世界的一個災難 你都逃避不了神所降下的一個災難 兩線一 而一個魔鬼撒旦帶來的災難 只是三年半 但是這個神的憤怒所降下的災難 當人如果打了一個獸 印和獸像的時候 是永遠不得救 是永遠遠遠受苦 所以當你這樣比較的時候 其實你不用再在災難裡面 其實你不需要恐懼 不需要害怕 為什麼?你死最多都是被一般的人死早三年半 三年半 一開始你就說宣度 被逼迫 死了也好 這都是被人早三年半死的 我今天要給你一個盼望 盼望就是什麼呢? 就先在那個大災難的裡面 在那個迫伯裡面 我們不需要害怕 為什麼? 因為就先我們在迫伯我們宣度 我們是比地上的人更加有福 為什麼? 因為地上的人還要繼續受災難 他們在地上繼續受過災難 我們如果是被迫伯 宣度而死的話呢 我們其實是早點上去 早點離開 離開一個災難 去到一個更加好的一個地方 其實早死也是早死三年半 你想清楚這一點 你懂得計算的人 你知道 早死也是早死三年半 甚至乎沒有三年半 甚至乎兩年半 甚至乎一年半 甚至乎早死半年而已 你三年之後正正輪到你 所以基督徒是不需要恐懼的 是不需要害怕的 雖然有一個這樣的災難就是當中 但是我們知道 聖經其實也有很多的經文 給我們應許 將來我們會講到 如何在末世裏面做一個德聖者 如何在末世裏面做一個德聖者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正來講這些經文 好 最後呢 我總結一下 我總結一下 基督徒在大壯南面前 會面對什麼呢? 第一 會面對大必拔 因為不拜壽人和壽像 不拜壽人 不打壽人 壽像 和不打壽印的時候 就會受到迫害 第二 因為它不打壽印 它沒有辦法做買賣 它沒有辦法買東西 因為它是靠這個印記 所以我講這個印記 遲早它都會打在我們的身上的 而這個印記很明顯的這個義兆 就是做買賣的 是trading的 是交易的 這個印記是給你買東西的 好像今天的credit card 好像以前的現金 或者現在的數字 數字貨幣 一樣的 只不過到那個時候 是用這個印打在身上的chips 這個晶片 打在人身上的晶片 來做買賣而已 不再是用credit card 不再是用數字貨幣 因為數字貨幣 那個離 那個鼻 就是因為很容易被人偷 一下 如果有些什麼 collapse 電腦裏面的collapse 所有的數字一下就沒有了 如果中央政府裏面 所有的數字一下就沒有了 連backup的都沒有了 那你所有的經濟就已經沒有了 其實數字貨幣是不耐久的 不耐久的 因為不安全 當然credit card不安全 整個都有人偷動credit card 數字貨幣更加不安全 其實更加不安全 如果那個收集所有這些數字的電腦 或者那個出問題的時候 所有的數字都沒有了 你有多少錢 一下子之間 什麼都沒有了 你說有100萬 在你的銀行裏面 100萬這個數字 如果 break up 什麼都沒有了 沒有記錄 什麼都沒有了 你什麼都沒有了 當然它不會這麼而欺 但是我說最後呢 當然有很多很多的問題發生 所以最後它一定是打人的身上 打人的身上是最安全的 打人的身上不會跌 不會被人偷 不會被人偷 但是你不打的人呢 就沒有辦法做買賣了 沒有辦法做買賣 意思是沒有辦法交易 然後第三個基督徒 在大戰爭裡面 會面對的是什麼呢 就是面對世界的戰爭 帶來的一個後果 因為耶路撒冷會被兵圍困 第三次世界大戰 會開始 會在耶路撒冷開始 而當耶路撒冷的中兵圍繞 耶路撒冷的時候 但這些書 這個撒卡尼亞書說 當你看到中兵圍繞 耶路撒冷的時候 你就知道 那個時間已經到了 所以意思是說 在末世 在迫迫的時候 也包括戰爭 也就是在當中 戰爭也就是在當中 如果住在一個打仗的國家 參與打仗的十國 統治世界那十國的國家裡面的人 當然就比較危險些 當然就比較危險些 因為戰爭在那些國家發生的 他們參與了 一參與的時候 當然是你打我 我打你的 中國、美國、以色列肯定走不掉的 蘇聯肯定走不掉的 日本肯定走不掉的 德國肯定走不掉的 包括英國肯定走不掉的 這幾個國家 意大利這些肯定走不掉的 這幾個國家肯定走不掉的 包括這個 敘尼亞這些地方 走不掉的 打仗當然在那些地方 當然參與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講到 此為止 大家有沒有問題 大家 期待 谢谢观看